我常常會說一個 但這是我個人癖好 我會說 唉唷 你的眼睛好小喔 我個人覺得 你們可以生存到現在 真的蠻留意的 這是讚美 對我來說是 而且 我們覺得那個就是東方美 那我第一次 我跟一個東北朋友 因為他們比較像那個 可能蒙古人嘛 所以我跟他聊天 我說 我真的好羨慕你 我說有啥好羨慕 我說 你的雙眼 真的很像兩條鳳 鳳眼啊 對 你喜歡那種鳳眼 你不會覺得真的很 很會電人嗎 他們看你的時候就是 你看 如果我去珍惜的話 你們看我有多帥 真的有點恐怖 也還好 你知道在 沒有 凱文城 在巴西有一個人 他原本很帥 鏡頭髮 藍絲 眼睛 什麼 比我們 比我還帥 結果 他花了五萬美金 為了把他的眼睛 弄成自然子的鳳眼 他上了CNNB BBC所有的 因為他那些韓國的樂團 他才會變成跟他眉毛一樣 哇 像外國人他們在稱讚的時候 其實他們不太會選對象 他就覺得說我很大方 我覺得你很讚 我就告訴你你很讚 像我們剛剛這樣子 可是呢 對於台灣的男生來講 他可能就沒有辦法 接受底下的這一句話 如果你對於一個台灣男生呢 跟他講說 你的女朋友長得很漂亮的話 台灣男生應該要冰德了 蛤 為什麼 你知道嗎 有一次就是我一個朋友呢 他們幾年前 滿多年前啦 就是101 他剛剛開始營業的時候 那地下室那個美食街 不是很大很大嗎 那因為以前他在地下室的時候 還有一間很有名的夜店 所以很多人都會去那邊玩 那我這個女生的朋友呢 他就跟他的男朋友 還有他們一個好朋友 三個人 總而言之想說 在夜店開始之前 我們先去美食街吃飽一點 然後再進去玩會比較開心 於是他們到了那美食街之後 發現說 因為剛開幕不是很多人去逛 然後這旁邊還有一桌一個男生 他一看就是那種從國外 在可能住了很久 ABC那個樣子 回來 然後自己一個人在那邊吃 而且他是穿著一個那個 吊膏啊的背心 他身體練得很壯很帥 然後我那個朋友呢 那女生呢 他就這樣忍不住 多看到那個男生一眼 結果他的男朋友就吃醋 就說 看什麼看啊 拜託我 也不過就是一個ABC 很不以為來 然後因為他講得有一點大聲 然後我那女生朋友就很怕說 說人家萬一聽到聽懂了 會不會你知道 會吵起來 會打架怎樣的 結果沒有想到 他們吃一半的時候 那個穿吊膏鍊很壯的ABC男生 就這樣走過來 壓著桌子 就先看我那朋友 女生就問她說 結果 那個女生 她就說 那個我 沒有 對面那個是我男朋友 她很緊張想說 有感覺 怎麼了 對 她還在想 待會兒要怎麼擋 怎麼擋 結果 這個男生居然回頭過去 跟她的男朋友說 我只是想告訴你 你女朋友很正 你很幸運 哇 這個不是誇獎 其實不是講給男生聽 它是講給女生聽 讓那個男生沒面子 如果你真心想誇獎那個女生 你要講給男生聽 對 因為一個這樣女生聽 你想要把她拔過來 這個不對 好聰明喔 是 如果在日本的話 這樣子的情況 如果說 你的老婆很漂亮 我就OK 因為日本人很習慣 講場面話 這是一個可靠 一定要講很漂亮 這樣 承認了 對 所以我們那個 她上次說我漂亮 應該也是可靠 不是 這個是真的 真的 我們很習慣講場面話 所以 好 你快點 長話短說 聽人家說你很漂亮 這樣不好嗎 如果在日本直接張美 你很漂亮的話 那個對方 不會相信 這個是 應該是可靠 應該是場面話 所以 還好 所以 我們都喜歡用這樣子 拿 拿那個第三者 當那個張美 所以我現在要稱讚你的話 我就說 蕭百合 我聽維佳德說 你很漂亮 就很開心 這樣還OK喔 所以不能直接說 哇 你好美 可是我自己看得到你啊 為什麼我不能自己說 如果你這樣跟德國人講話 好像完全在諷刺 真的嗎 蕭百合 我聽別人說你很漂亮 可是我不這麼覺得 就是這種感覺 對啦 如果我覺得漂亮 我會自己講 如果我是聽說你很漂亮 好像多 就是我沒有講完那句話 可是 我覺得還好 所以像我的那個台灣女生朋友 默默喜歡像一個日本男生朋友 可是那個台灣女生朋友跟我說 好像她對我沒有興趣耶 然後我問她說 為什麼呢 然後她說 因為我跟那個日本男生 一起去吃飯的時候 那個男生一直跟他說 你的同事都說你長得很漂亮啊 然後我的朋友都說你人很好 都沒有直接跟他那個 對他賬美 所以他就覺得 那應該對自己沒有興趣這樣子 可是對我們日本人來說 這就是賬美 你們很複雜 你們說得很複雜 因為如果直接 你們做人可不可以直接一邊穿 因為我們一定要前修 所以如果聽到那個賬美 也是一定要說哪裡哪裡 或者是不會不會 一定不會說謝謝這樣子 我之前去那個 加州迪士尼的時候 然後因為我們就去玩嘛 然後大家都會打扮的 例如說米奇啊 什麼身上穿的 然後就是變裝 然後整個遊樂園都是這樣 然後但是因為我不是走這個路線的 我就是穿得很休閒 然後就戴個帽子 就想說輕鬆玩 然後可是呢就是每一次 有時候排隊啊 或是路上遇到那個 可能遊客的時候 跟他們這樣對道演 其實我自己覺得 如果不喜歡對道演啊 就點個頭就好 可是他們好像會覺得 對道演了應該要 講些什麼 對 後來他就這樣子掃描我 然後就一直找不到 我身上有什麼 適合在迪士尼被誇獎的物件 他就這樣子 他就這樣子 Oh nice shoes 然後想說 搞最後 超不一樣 找不到 NICE shoes 不是 我第一次聽到我還 聽就是尬聊 真的 硬要聊 可是重點是我第一次聽到 我會覺得 真的嗎 因為剛好也是新買的鞋 但他就是一般的帆布鞋 然後又覺得好像真的是好看的 然後就開心 然後後來就又繼續玩玩玩 然後又遇到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我不誇張 我那天在迪士尼 遇到了起碼五個以上 然後就是對道演 然後也是這樣子 然後就一直在找我身上 什麼地方可以講 然後就硬要講一個 然後講到後面我都覺得 就是其實你可以不用這麼忙 就是你就跟他把頭 憋過去就可以 我覺得這一個 對你已經很用心了 美國人就是會瞎聊 每次去結帳最明顯 對 NICE shoes 他連看都沒看到我穿多鞋 然後我就想說 他講到我都懷緣真的 我想說 反正哪裡好看 他就是愛亂聊嘛 對 然後呢 要不然就是一去他就說 你今天怎麼樣 你們台灣人不就一樣啊 然後然後講 可是我第一次去 真的跟他掏心掏肺 我說你今天怎麼樣 會喔 謝謝 好多年喔 不過我覺得對女生來講 我每次都覺得聽到這個話 你就會覺得 他真的是在 就有一次我到日本 然後就有一個日本的朋友 也一起來吃飯 然後因為我是一個 會認馬桶的人 我自己知道說 我到那個飯店 到了日本 大概三天沒有上大號 我自己看 我坐下來我都知道 感受到小腹 是放在大腿上的那種感覺 可是他坐在我旁邊喔 他其實一轉頭 就看得到 你的身材狀況 然後我們就一直在吃烤肉 我就覺得 日本怎麼烤肉燒烤好好吃 就一直吃 一直吃 他就說一說 哇 哇 你們喔 怎麼吃都不會胖耶 我就轉頭看他 我就比這裡 你確定嗎 還好啊 我心裡想說不對 這是我懷孕四個月的 大小的肚子 為什麼你們眼睛 都看不到這個肚子 我就發覺 有時候他們在 比如說像有的男生 他不知道跟你 他想讚美你 然後不知道要聊什麼 說看你這樣吃 你們吃都不會胖 我也覺得這個是 好酸 很敷衍的事情 真的覺得台灣女生很會吃 很會吃嘛 真的好會吃喔 但是很會吃是真的會發胖啊 你看到的狀況 可能都是我們 可能幾天晚餐不吃 才有的結果嘛 真的 所以我後來就發覺說 到了國外 你要真的做到 怎麼吃都不會胖 重點是你要先把 肚子的東西排乾淨 沒錯 這個是很重要的重點 所以後來我知道說 我自己有認馬桶的 這個習慣之後呢 我就想說這樣不行 腸胃道只要一出國 他就上不出來 或一直拉肚子 我就想說不對 開始要保養腸胃 所以後來呢 我就回到台灣 就上一個基金大廠的網站上 去找到一個 就是這個 它是 莫寡糖再加上了乳酸菌 我後來發覺說 這個保養腸胃是真的很有感覺 你就可以直接倒在嘴巴 直接吃喔 對 它就很像我們小時候吃那種 水蜜桃口味的果汁粉 你去吃那個口味 它直接在嘴巴裡 可以化開 融化掉 那當然你要配水喝也是可以 連我快70歲的媽媽 都叫我幫她買 以前我只要跟人家講到說 要吃益生菌 大家只問說 它的菌種是有幾種啊 對啊 數量有多少啊 對 數量有多少 我跟你講 後來我問過一個營養師的朋友 他說基本上乳酸菌 有三大的考慮要點 可以跟大家分享 他說第一個 這個菌一定要能夠通過 胃酸跟膽汁 然後最好能夠直達腸道 因為很多的菌呢 它到胃就已經被殺死了 到不了腸 後來那個營養師就跟我講說 有一種叫做 日本包子性的乳酸菌 它就可以通過 胃酸跟膽汁 第一個 一定要通過胃酸跟膽汁 第二個 他說要 我說 腹方好嗎 他說很多人只吃益酸 所謂的益生菌嘛 乳酸菌 你就是要在腸胃植好菌 可是 你沒有給它菌的食物 你吃了 它在腸胃活不了 有道理 它沒有食物嘛 所以要比如說 像這個有加木瓜糖 那個木瓜糖就是乳酸菌 它的食物 對 所以你植好菌了 你再給它食物了 它在腸胃道就可以注下來 真的 對 然後再來 他說第三個 最好能夠再搭配上 膳食纖維 現在人最缺的 對 膳食纖維 其實蔬果裡面都有 但是大家吃的量都不夠 很少 所以這個膳食纖維 它就可以讓你的腸胃道 自然的蠕動 你就可以把 髒東西給排出來 是 所以我就發覺說 這樣子我出國了 第一個 我不用帶什麼 一大堆的腸胃藥 其實就是一包一包 我就每次就丟兩包 在我的包包裡 然後呢 你會發覺吃完之後 它也不是肚子痛 它就是你自然 你想上大號的感覺 對 你就不用花時間 跟馬桶培養感情 對 而且我覺得它最厲害的是 你知道很多人覺得 我的菌就是 你拉不出來 要靠它拉 我跟你講有一次我一個朋友 他的狀況跟我完全相反 我是出去上不出來 長照症 對 好慘喔 他真的就是 他只能喝水 因為只要一吃食物 他就想大號 好可憐喔 他一開始問我說 有沒有紫蟹藥可以吃 好羨慕喔 好羨慕 沒有 到任何景點 第一件是先找馬桶 對 後來我就不跟草花姐出國了 蛤 他就是這樣 我就要吃這個 不要跟我們說話 真的真的 我後來放他去 他問我說有沒有帶紫蟹藥 我說 你的問題不是要吃紫蟹藥 你是腸胃不健康 我就後來拿給他吃 我說這是腸胃的保養品 他吃 他說 真的感覺有舒服一點 就不會一直那種想 急跑廁所的這種感覺 所以我就後來推薦給很多人吃 腸胃不好人就會老 這個要去哪裡找 我跟你講 我覺得現在也真的很方便 就是你打電話到客服 像我們有時候在忙對不對 在忙 你打電話到客服 他還可以定期幫你配送 他可以算你買的吃多久了 對 他會定期幫你配送 你連旺都不會旺 而且他就幫你的腸胃給顧好好 多方便 我以前只要一出國 前面兩三天我是不喜歡拍照 因為你只要認馬桶 臉是腫的 皮膚是黃的 因為講台語叫做 就是你整個腸胃不對 你的膚色 你連口氣都不對 可是後來我發覺說 我這樣腸胃正常健康 你每天這樣子可以正常順暢的 把腸胃的事情做完 膚色亮 然後整個口氣是舒服的 你知道有一次我講誇張的 我跟朋友這樣出國去拍照 大家拍合照 大家不是習慣美圖嗎 有一個朋友說 你可不可以把臉弄暗一點 我說什麼意思 他說我們一起拍合照 只要一美圖你的臉就爆掉 好囂張喔 不是 就是皮膚的白跟亮 是真的有感覺 太厲害了 真的有感覺 所以我都會覺得說 我後來就跟他們講 我說記得保養不是只有抹 保養塗在臉上 體內的保養做好了 臉也更漂亮 對 這是事實 對 都可以做的 讚美人家也是要看情況 小心或從口出 真的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麥芬金強 下次見 拜拜 歡迎大家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只要動動手指 就可以給我們很大的鼓勵喔 記得要按下鈴鐺 讓你收看最新的影片喔 如果還看不過癮的話 記得點選這邊影片喔